心 培养了我们的道德行为之后 跟着来就要专注去锻炼心 在宇宙中 只有人类才能够高度开展他们的心智 以便能够觉悟真理 或者得到最终的智慧 除了人类以外 其他种类的生物 是非常困难将他们的心智 开展到这样的境界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 法愿成为佛的一定是人类 连想要成佛的天神 也必定要先成为人类 原因是天神们 只能消极地享用他们的善业 只有人类才能够积极地 去创造新的善业 和通过禅定 来到完全淨化自己的心 身为人类 我们的心拥有极大的潜能 但是这些潜能 却被我们的亲恨 幻觉 无名 欲念 自私 以及其他心中的污蔽物 所蒙蔽了 我们应该了解到 在分秒飞逝的过程中 我们浪费和不用了多少的心力 去做不必要的活动 我们就是不知道 如何去控制那一道无穷的心力 以便使他能够用起有益的地方 佛陀指示了 我们如何去控制 那个无穷心力的储藏室 以及如何应用他 来解决我们的苦痛 在释迦牟尼佛的最后一生中 他放弃了生命 以及他的皇国之后 经过了很多严峻的考验 直到最后 他将心静化了 而得到无上的觉悟 佛陀已经向我们保证 只要能够开展和淨化心灵 我们也能够跟着他的脚步 去体验那一份无上的喜悦 你知不知道 我们通过五根 和身体所用了的心力 是多少吗 很多不必要浪费的心力 都让我们的六根 用来做无谓的幻想 诱惑 和沮丧 佛陀已经告诉我们 一种经被证实为有效的方法 来控制意念分飞的心 那个就是禅定 禅定的意思是 集中心力去控制我们的心念 然后才进一步 去徒野和降伏我们的心 如果只是靠着信心去祈祷 和崇拜任何的神 或者奉行任何的宗教仪式和庆典 是不可能开展我们的心智的 我们是永远不可能通过举行宗教仪式或者祈祷 而得到知识 智慧 静觉或者觉悟 佛陀在 Sata Pathana Sutta 里面指出 只有禅定 才是唯一的道路或者方法 能够使我们正得觉悟 在这里 我们不可以将佛教和禅定混淆了 佛教是不同的重要文化所显露出来的佛陀教会 而禅定 却是一种用来淨化心灵的特别方法 当一个人受了戒 和能够控制自己的品德之后 他就可以准备以禅定来开展心智 这是唯一能够让我们脱离轮回生死的方法 在这里佛陀告诉我们如何集中力量来训练和淨化心 以便达到最终的解脱 因为我们的心念被污染了 所以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心中的不安 痛苦和干扰 你可能到处去莫拜很多不同的男神或者女神 从而希望能够因此消除心中的烦恼和难题 可是 除非直到能够锻炼你自己的心 去到了解生命的本质 和了解真正的你 否则 你永远不能够脱离痛苦和忧虑的糾纤 禅定 可以让我们剩下四种不同的性果位 那就是水陀魂 斯陀含 阿拿含 阿罗汉 阿罗汉 这些性果将带领我们去体会涅槃的无上喜悦 只有当我们明白佛陀所教的佛法 和了解我们在佛教名以下所做的事 和能够分清楚哪些是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 和那些所谓的好行为 也就是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摆脱不幸和无命 感谢观看